猪头马爱狗出来 你小心我 让我爸收拾你听见没 猪头马爱狗出来 你别喊了 要他进来吧 有事吗 小雪不见了 不见你来找我干吗呀 肯定是你把她带走了呀 我又不是她哥 我带走她干吗呀 猪头马 小雪真的不见了 团长 你不能动我 你还在输液 团长 爸 爸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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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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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他的时候 他突然拿枪逼着我 反应那么地迅速 我也没办法 他会不会 在汇丰岭来啊 他父母遇害的事 你没有告诉他吧 没有 我本来准备 把他送到咱们的根据地 以后再告诉他 不过我担心 静哲已经觉察到什么了 因为 擅任值班师打电话 按照校规 顶多关禁闭一点 可他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 他不可能不起疑心哪 还有 父母遇害的情况 对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来说 很难看到 朱光 我的考虑还不止这个 看来这个容市长 是要斩草除根啊 你的意思是说 他要是再回丰岭 就等于二进阳光店 老板娘 结账吧 好了 好了 来了 吃好了是吧 多少钱 五块同百 我忘带钱了 我钱落在学校里边了 吃白食的你啊 我真不是吃白食的 你看我给你打张箭条是怎么样 打完了我回家拿 拿完了给他送过来 说得比唱都好听啊 打欠条 告诉你 这年头谁的话我都不相信 一张白纸条 鬼才相信你 那你说怎么办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 你说得我都犯 问我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 架在这儿 回去拿钱 钱拿来的熟的东西回去 行吗 你看老板娘 我这浑身上下的 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谁说没有值钱东西啊 你教你这玩意儿 就能值紧钱 就他了 给我 不行 枪不能给你 给我 你真不给啊 张张的 有人吃饭完了枪了 谁啊 谁啊 谁活得不耐烦了 他 就我他吃饭不给钱 小子 你顶着几个脑袋啊 敢在清风陵的地盘上 吃白石 没想吃白石 您给我点时间 我回去取了就送来 我保证 你要是脚底毛 要是跑了 我们找谁去 有钱交钱 没钱交我 什么都没有 就别怪我们弟兄们不客气 我不想打架 打架 你也配打架呀 正当娘子 闲得没事干呢 弟兄们 上 等等 这样吧 我没带钱 吃你们的饭 确实是我不对 你们打我一顿 就当我把钱结了 我绝对不还手 还是个不怕死的 这小子还有点意思 上 这小子 这小子 他很有家伙呢 你站住 你吃了几份饭呢 两份 刚才只结了一份 还差着一份呢 你们打 你们刚才五个人打我 一个人算一份 现在你们还道歉我三份 怎么算 抬杠 本爷爷就是缸门里缸出来的 缸门 那不对吧 那可是拉臭屎的地方 别笑 小子 听你这几句话 就不是挨敦打那么简单了 你洗干净耳朵 打听打听方圆百里 又谁敢拿我多眼儿老三开摔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我刚才不还手 那是因为要还你的饭钱 你不要蛮横不讲理 否则 你要看老子答应不答应 叫板 我今天不让你知道 知道我是谁 我就不在清风陵上混了 弟兄们往死里打 走 快 Stuff 我看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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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各位好啊 请住手啊 老板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小子 吃了我的饭还不给钱 还在往这儿耍横 老板娘 大家都在市面而走动 谁都难免遇到 这手头急剧的时候 我看这个小口子 不像蛮不讲理的样子 咱们何必得力不饶人呢 是不是 这样好不好 他欠你多少钱 我替他还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 好不好 那 人在江湖以和为贵嘛 是不是 那谢谢各位老板 真是谢谢您了 谢谢 大家都散了吧 我可以做饭去 小伙子 收拾好 收拾好 魏老板是吧 是 您的钱我一定会还的 四海之内也接朋友 不用客气 好 反正大恩不言谢 这个钱我记下了 我叫赵经哲 住在丰景城的南门 您以后要是有什么 能用得上我的 您就跟我说 不不不 些许小事 不要挂在心上 谢谢您了 魏老板 先走了 再见 谢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战争论曾经是赵经山爱 不是说一本书 那个漂亮的姑娘我就不说了 还有那个统缉令 赵经哲他犯什么事了 他也是共党 真是龙生龙 风生风啊 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他和军校内部的共党 夯瀉一气 夺枪杀人 畏罪潜逃 身上还背了两条人命 军校凡估计 他有可能逃回到风陵 所以我想请你帮这个忙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我了解赵经长 老弟啊 我想你不会有护短吧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和赵青山的私交 不仅我知道 上面也很清楚 本来这四是跟你一勺会的 是我的再三请求 才把你留下来证明自己的机会 还好 你没有让我失望 对了 蒙赵经哲所赐 你的千金女儿 也上了共党分子的黑名单了 这可是你的掌上明珠啊 如果这次你不亲手捉拿赵经哲 让到绳之一番的话 你和你的宝贝女儿 恐怕就要过火焰山了 你现在已经暴露了 不能继续留在风陵 静哲的事情我来办 那我以你的身份包容她 这事你就不用管了 我自有办法 听说你为了找赵青山的女儿 把特务牌都派出去了 我 我这也是执行命令吧 大满 我们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我还是你的学长 看在这份情谊上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欧阳团长做事太重情谊 连是非都不分 如果不是师座保障 老爷子恐怕 就是赵青山第二 不会这么严重吧 北平上海 已经杀了不少人 上级只是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赵青山夫妇 从查明到处决 用了多少时间 现在形势你也很清楚 和党国离亲离德的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可千万别在关键时刻 放低级的错误 我知道了 我就要回师部了 临走之前终告你一句 不要因为江湖义气 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太检查了 太棉了 你好 exchange 杲莎 走 快 清准 我走 最近这段时间 咱们几家发生这么多的变故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如果哪天我做了 和傅伟一样的选择 我希望你不会怪我 朱同满 你什么意思 我指的是赵清哲 谁要是敢弄他 我跟他没完 郭云 赵清哲难道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那在你心里我欧阳大满算什么 我对你的感情你不明白吗 欧阳大满 从一开始 你就是一厢情愿的 我从来都没承认过咱俩有什么感情可言 那你把我当什么 朋友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你别以为我不清楚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喜欢赵清哲对不对 对 我就是喜欢他怎么样 你再说一遍 朱同满 你听好了 我喜欢赵清哲怎么样 郭云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周同满 你记着 谁要是敢伤害赵清哲 杀他全家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现在不还不是放假的时候吗 请假回来的 你说 我才刚刚回来就遇到你了 这是不是咱俩的缘分啊 是啊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没有人欺负我 肯定有 一回事有的话你跟我说 我,我帮你打他去 不用了,清哲 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怎么跟我都生不住了 清哲,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小白 你告诉我 我家是不是出事了 我家是不是出事了 清哲,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谭总,到了 控制特务派和侦察派 马上到团部开会 这儿 喝了,你先回去 走 杨家伙 谁在我房间呢 谁在我房间呢 再不出来别怪我不客气了啊 你趋那么多 我 Kyong 你就说我家里来 就是我找人的事 他想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biết我 你怎么回事 你什么回事 你呢 我该回事 什么事这么神秘啊 坐 看你这样 这事又小不了 是不是又和共产党有关 你自己看 是谁 是谁干的 你不是见过小满了吗 他没告诉你吗 这是和小满有关系 和他没关系 和他父亲有关系 不可能 不可能 欧阳伯伯不是这种人 是欧阳伯伯亲自带人把赵叔和梅姨抓走的 我不信 也是他亲自把赵叔和梅姨给杀害的 不可能 我认识的欧阳伯伯 做不出这种事了 我也喊他欧阳伯伯 我也是大满和小满的朋友 我为什么要编出这种谎话来骗你 金哲 金哲 小雪 小雪 小雪呢 你告诉我小雪呢 他在哪儿 我那天心情不好喝了一点酒 睡得特别沉了 小雪失踪了 失踪了 我是不是家破人亡了 金哲 小雪是我弄丢的 我肯定会把他找出来 你现在还是想想 咱们替赵叔和梅姨报仇吧 咱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报仇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家事跟你没关系 你走吧 赵金哲 咱俩可是烧过香磕过头败过靶子的 你小时候的儿戏 你还当真了 我十国与难道 就不配做你兄弟吗 你知道吗 我在学校里差点被枪毙 刚刚回到冯林又被特户顶上 这代表着什么 这是株莲 他们希望斩草除根 他们在上海已经屠杀了很多共产党人 还有亲共的人士 我父母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遭到了迫害 你说赵叔和梅姨是共产党 这只是猜测 这事你别掺进来 很可能是会掉脑袋的 我不怕 你不怕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咱们两个没有关系 你不要再跟别人说什么 你是我哥们的话 我也不会提起你 你走你的道 我走我的道 如果你想两肋插刀 你去找别人 再见 赵星成 赵星成 你真的相信赵星成是共产党 他是不是共产党 我说了不算 没想到 这父母的尸骨遗憾 现在又要对孩子下手 说句讨心窝子的话 这个赵星成 早晚是我的噩梦 也是小满的噩梦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哪有父母被杀 不归了报仇他 我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 他什么性格我了解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难道你怕他找你麻烦 我担心他自己的麻烦 这份通缉令啊 是军部下发的 我不能抗领不准 而是我答应过青山和汉梅 要保护好他们的孩子 小雪的失踪 我已经没脸去见他了 那你的意思是 装长看看 我下午的暴风雨 你改你的当风枪 想办法找到他 送他离开风陵 我是在想 如果能缓解他心里的仇恨 这种事情 最好还是你亲自去办 不行 因为赵青山的事 我已经在军部挂了好了 如果再次抗命 我就是第二个赵青山 小曼就是赵清正 我死不死无所谓啊 我不想连累小曼 所以啊 兄弟 怎么抓他 是我的事 怎么救他 是你的事 但愿最后能有个 两全其美的结果 我爸真的这么说的 我亲耳听到 你们查不了 你爸因为赵青山的事 已经落了不少瞒眼 如果因为赵金哲 再惹点什么麻烦 这你们欧阳家就完了 我打当兵器就跟着你吧 这算起来有大十几年了 你爸带我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不能眼看着你们欧阳家 我爸就这样 王叔 我爸因为你这二兄弟是他的父亲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他成为第二个赵青山 你打算怎么做 我有我的办法 大板 王叔知道啊你从小就独立 可这件事太大了 这可不能莽撞啊 我告诉你啊 你再好好想想 没什么可想的 只要是对十八团不利 对我欧阳家不利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让他出现 找我 他跟我现在有个任务 我要交给你 什么任务 你去赵经哲家 如果他出现了 你就把他给我控制下 如果控制不住的话 你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任何手段 包括击毙的 这也太过分了吧 赵经哲他比较 唐东 你看到了 现在和共党有任何关系的人 都没有好结果 你明白吗 你是说赵经哲是共党分子 赵经哲是共党分子 喂 哥 我有事找你 我知道了 朗朗 这事我交给你了 明白 你见过赵经哲 你见过赵经哲 经哲一直在追问我家里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他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我们当时是在郊外的河边分手的 我都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哥 经哲要是知道 赵叔和梅姨是死在爸爸的手里 我们该怎么办呀 小满 赵叔和梅姨的死呢 和我们没有关系 跟爸爸更没有关系 可是哥 我们两家的关系那么好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小满 你别着急啊 你这样 如果赵经哲呢找到你的话呢 你告诉我 我去跟他解释 好吗 好了 不早了 回家 听话 你去哪儿了 关你什么事 世古语 别叫我世古语 别以为我上次说跟你绝交 是闹着玩的 你见到经哲了 关你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把他父母的事告诉他了 只许杀人不许喊冤啊 而且你还鼓送他报仇 是不是 我们可不是识破的 我说古语 经哲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个朋友啊 你这不是在帮他 是在害他 知不知道 告诉我 他在哪儿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就别想离开这间屋子 是 是破坏 是破坏 啊 是 小倩 你都不想离开这间屋子 别想离开这间屋子 今天 找小满是吧 小满上学了 我不是找小满 我找欧阳伯伯 我爸他去开会了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京哲回来了 来 进来 进来吧 进来吧 来 随便坐 你 你这是从哪儿回来啊 从阎王殿回来 我去了一趟 但我比我爹娘能幸运一些 怎么知道所有的事情啊 你都知道了 我该知道的和不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 喂 十八团 王叔 赵警察过来了 赶紧派人过来 行 我知道 我想听欧阳伯伯说说 您是长辈 是军人的典范 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把你当成偶像 别看我是个新兵 能让我敬重的军人 没有及格 这军校 确实是个 力量人的好地方 你成熟了 你成熟了 稳重了 我不希望 你还是那个咬着狼脖子 不松口的愣小子 到了该咬狼脖子的时候 我依然会咬 而且 绝不松口 你父母是我带人抓的 也是我带人行刑的 我想你听到的 大概就是这些 故意那小子 不会听人家做 你不想再解释一下了吗 无需解释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后悔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 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这点你应该懂 服从命令 就可以出卖我的父母 就可以出卖你的朋友吗 我父母那么清楚你 他们常常跟我说 做军人 也要做像欧阳伯伯一样的军人 做男人 也要做像欧阳伯伯一样的男人 他们从心里尊重你 而你呢 你这么对待朋友的 他们现在死了 我妹妹失踪了 从你的脸上看不出 一丝悔恨之一 你来是我的同年人 是她欧阳伯伯吗 你说完了没有啊 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会接二连三的登门拜访 让你寝室难安坐立不灵 让你 你做出了一些无耻心理 你会有惨痛的代价 你可跟我宣战 我宣战 我已经死多一次了 我不怕第二次第三次 直到杀了你为止 长长 没事吧 没事吧 无良存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 不共戴天的仇人了 静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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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你啊 我觉得你对我父亲 有点误会 该解释的躲击时光了 有什么事能不能咱俩说 父辈的事是父辈的事 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是无婚野鬼了 哪儿都是家 你看看你 又来了是吧 这样 咱们兄弟俩就一个时间 好好聊聊 好不好 明天行吗 明天我去给爹娘上分 好 正好我也去给赵叔和美衣 上住香吧 行吗 好 好 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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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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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